有朋友说 你们这个番茄每一查看了以后 病虫害都特别少 没见你们怎么去打药 这个病虫害的预防 包括我们常见的根系防止 早衰等等的预防 实际上很多时候并不是说 单纯的你去靠药就能去解决 有些朋友我发照片 你番茄到第四个月的时候 都已经开始早衰了 你看我们这番茄 现在应该是四个半月了吧 四个半月还在吃鱼肠长 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就是平时我们在用肥 用药 不去注重的一个科学管理 造成的 你好比如生根 一个季节用几次生根剂 用什么生根剂 用多少量 大家很关心这个 实际上我以前说过 生根剂刺激生根 这是不得已的办法 那么我们平时关键是做什么 做好养根护根 让根不出问题 那特别现在高温级 马上我们再等一个月左右吧 然后就开始求炎去定制了 特别求炎定制 温度高低温高 米苗弱 就很容易 苗发根的能力啊 更难了 好不容易发根了以后 如果你养根剂根做不到位 那么番茄啊黄瓜啊 造成也更会明显 所以说呢 对于我们种植物这一块啊 选择好的一个技术方法 是至关重要的 好比说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人为需要补充的13种元素啊 丹林甲钙美硫啊 然后剩下的也无量元素啊 这13种以外 另外一个我们常用的一个 硅肺 它不是必须的 你不用硅肺的话 你照样生长 照样产量高 但是你用了硅肺以后 细胞壁增后 对这个虫咬啊 特别是这个飞尸啊 C阴害虫 有一定的预防作用 你防飞尸了以后呢 病毒的话 不是顺便的解决问题了吗 这不说避免 而是降低几率 另外一个呢 对避害的一方 细胞病都增厚了 那么对避害的一方 病菌吸染的一方 又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再一个 使用硅肺以后 它能提升 这个加大这个 这个番茄的 这个筋杆啊 里面的碎部啊 让它更透气化 韧性更高 透气化更好的情况下 那么立于根部的 它的透气性 虽然根部的透气性 根部的透气性很弱 特别番茄的根部 透气性很弱 但是呢 我们尽可能去改变它的环境 这样的话 立于这样根呢 不至于过早的老化 这样的话 我们不就一方早开了吗 所以说 整个东西 它是一个系列的一个 一个综合工程 而不是单一靠 生根剂 就集中解决问题的